一双尾角站在零下40度的冰面上 在北欧地区的乡村 当地的居民每天都会例行公事 清早的沐浴也是一次不小的挑战 下水也需要莫大的勇气 下水后通常只会持续几分钟 这看似威胁的举动 实则会给身体带来很多益处 不仅能提高身体的免疫力 改善心血管系统 还能增强体力和精神力量 而生活在零下70度的雅库茨克居民 洗澡也成了他们最大的难题 用塑料桶将松散的鸡血收集起来 由于雅库茨克属于常年冻土层 他们的水源基本全靠融化鸡血 先将鸡血放置在火炉旁边 由于没有煤炭 他们只能依靠木材取暖 洗一次澡也会消耗大量的木材 在炉火的加持下 铁桶里的鸡血也在慢慢融化 摇起一瓢凉水浇到铁炉上 水蒸汽瞬间腾起 密封的木屋立马化身桑纳房 温度最高的时候甚至能达到零上70度 洗到一半 他们会走出房间来个冰火两重天 要知道此时的温度已经低至零下50度 在他们眼里冷热交替 能让身体保持健康 但生活日常的饮用水则会去湖中采集 之所以不融化鸡血 是因为冻结的冰层会将内部的杂质排出 用电锯直接切开冰面 切好的冰块就像蛋糕一样 将冰块放到面包箱里 这就是他们日常的饮用水 将一部分冰块存放在室外 剩下的直接放到屋里融化 用于日常的饮用 用刀子将冰块戳开 方便家人一会儿使用 亚库克艰难地从被窝里钻出来 取了一条刚融化的清水 倒入上方的漏斗中 冷水洗漱 能让孩子瞬间精神抖擞 油饼和鲜牛奶 是高热量的食物 能让孩子在寒冷的天气中 持续保持温暖 为了迎接一年一度的盛大捕捞 父子二人正在穿着厚重的棉衣 离三层外三层 可以抵御零下50度的严寒 电锯已经温工作下 冬季的食物极为缺乏 高热量的食物更是他们的刚需 大人们将冰块全部切开后 留出一个个冰窟窿 随后需要将百米长的大网 放到冰层下面 这样的捕捞方式 有点类似查干户东部 在这里 他们没有大型的工具 所有的动作都是通过人力完成 鱼网捆绑在树棍上面 人在上面用刹子驱赶木棍 使得整张鱼网全部展开 所有的工作完成后 剩下的就是数小时的等待 孩子们互相玩耍 而东部对于孩子们来说 就犹如我们过春节一样 所有的孩子汇聚到一起 这也是他们一年当中最高兴的时光 为了缓解寒冷 摔跤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在促进感情的同时 也能让身体保持温暖 大人们会支起大锅炖肉 在场的所有人都是免费享用 大家会把带来的食物分享给别人 能看出他们的团结友爱 茶余饭后 众人纷纷上阵 用木棍树枝在水下搅拌 将鱼儿赶进鱼网的方向 从而将东部的收获最大化 天黑之前 他们要完成最后的收尾工作 收网也是全靠人力 随着鱼网的缓缓拉出 肥美的鱼儿也随即而出 虽然没有茶干活的鱼大 但庞大的数量 也算得上是一次大丰收 用超网将捕捞上来的鱼火 收集到一起 能看出鲫鱼的个头还是非常大 甚至能达到一斤左右 上岸的鲫鱼 很快会被冻僵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众人也纷纷开始装带 收获的鲫鱼会进行均分 即使没有到场的家庭 也会分到同样的份额 经过一天的辛勤付出 雅库克家里分到两袋鲫鱼 常年的冻土层 让他们很难吃到蔬菜 冬季基本全靠高热量的肉食维持生活 鲫鱼的高营养 是牛羊所给不了的 家里的狗狗也能吃到新鲜的鲫鱼 新鲜的食材 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方式 刚捕捞的鲫鱼 不需要进行任何处理 直接放到锅中煎炸 孩子通过自己的努力 得到食物的感觉 让鲫鱼的味道更加鲜美 这就是雅库斯克农村的真实生活 虽然气温极其恶劣 但他们却通过自己勤劳的双手 实现了自己自足